好啦那最近呢除了这个南加州的这个热浪啊 弄得我们挺交心的之外呢 还是很多的这个COVID-19 特别是这个Omicron的BA4和BA5 还是在席卷各大这个社区啊 那我们公司也最近是啊 很多大家都陆陆续续的中招了 虽然说这个大部分都是轻症 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护的工作 不过好消息是呢 自从其实两个月之前呢 就一直有新闻说啊 这个更新的啊 二架的这个新冠疫苗呢 在今年的这个秋天马上就要推出了 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专门针对这个Omicron 因为Omicron比较容易感染嘛 即使你是打过疫苗打过Bolster的话 也会感染 那听说这个新一代的疫苗呢 就是可以完全去控制这个Omicron的 这个大幅度的感染 所以呢就有很多的朋友来 我们的节目提问了啊 就像这位朋友他就说 最近看新闻啊 说有这个二架的Update的这个新冠疫苗 请问什么是二架新冠疫苗 这也是一个说法啦 其实大致上就是我刚刚描述的 就是新的一种啊 就COVID-19的疫苗 主要针对的是Omicron 那跟以前的新冠疫苗有什么不同呢 啊 还有在哪里可以接种这个新冠疫苗呢 还有哪些人适合打 哪些人不适合打 那这个新型的疫苗 有没有年龄的限制 啊 还有免疫力很低的人 可不可以接种 以及这个二架的这个新冠疫苗 是安全且有效的吗 还有此款新冠疫苗 会一直这样更新吗 不是此款啊 就是说 如果他一直有变种疫苗的 变种病毒的话 这个Vaccine会不会一直的Update 一直的Update 就变成一个常态 我们每年都像这个Floch一样 都要去这个接种啊 我就不清楚了 那我们今天请到的专家呢 非常的专业 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我们凯瑟尔的家庭全科主任 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Victor Zhang 我们的Victor Zhang 郑卓汉医师 来请我们的郑医师在我们的线上 哈喽 郑医师你好 嗨 主持人你好 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好 你好你好你好 相信你也听闻了 之前我们好像有相关帐的这个问题 有问过你的意见 那现在看新闻都说 好像9月份这个Update的这个Bolster 新的这个Vaccine就就就就 Release了 上台了 那请问一下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请教你啊 请问一下 有些朋友他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叫做二架的新冠疫苗 我所谓二架的话 他就说他包括了新的种类的那个 就是Covid-19的变种 BF4跟BF5 然后就说他本身就是还是有对抗原先的那个Covid-19 还有那个BF1 然后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很流行 那个就是新的流行的是BF4跟BF5 所以那个他们就是这个新的那个 BF4的话就有包括可以抵抗这两个BF4跟BF5 对因为BF4和BF5现在传播的最厉害了 所以这个疫苗的话会针对这两款变种 对不对 所以和以前的这个我们之前打的这个疫苗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是不是更强了呢 也不是说更强 就是说他包括了可以就是说预防BF4跟BF5 哦 多的这个多能 所以你打的时候就是说他也会预防之前的那个新冠病毒 还有BF1 然后现在就是他也就是说加了就是可以预防BF4跟BF5 所以他才叫做二架新冠疫苗 所以就是更新过的update过的 哎那这边我想加一个问题 那如果之前一直没有打以前的这个老疫苗 他可以去打这个二架的疫苗吗 哦 要就是他们的建议是要先打完你的 就是说该打的那些针就是所谓的primary 哦 就说就像他要打两针 打完之后你才可以打这个booster 所以你不能一去就去打booster这样 所以按照英文来说他的名字还是叫booster 他不是说一个完全一个新的vaccine 哦 所以他是个booster 你还是要之前有做好这个之前疫苗的这个接种的工作 好 那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下 哪里可以接种到这个疫苗 现在你们知道了吗 现在还不晓得 因为那个之前说LA 那个就是他们的health department会update这个情况 那现在的话还没有说哪些地方可以打 所以你要就是说 可以到那个洛杉矶的那个卫生局的那个网站网上 去看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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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一直说好像九月份就会那个推出 现在已经九月份了耶 目前市面上还没有是不是 还没有完全推出 还没有看到说哪边可以打 之前他说可能就是在label day weekend啊 但是现在看到他的网站他的update说 可能九月七号他们会把这个消息放出来 但是又说因为是新的疫苗 所以他们就说通过之后还要有一些 就是说可能测试啊 测试啊 测试啊已经测试过了 就是说他们就说update的那个information 不晓得所有的地方的那个政府都已经收到了没有 但是就是说之前他是说可能label day weekend就可以开始打 但是我刚刚看一下那个就是洛杉矶的那个 测试胖的网站他们说九月七号之后应该会有 ok 好那就是明天了 对我们可以再要打的可以再follow一下九月七号之后看一下这个官网啊 好那到底是哪些人适合打这个疫苗呢 或者有没有哪些人是不能打的 有没有年龄的限制 就是之前的话就是说 12岁以上的人可以打那个pheiser的那个新的booster 然后18岁以上的人可以打那个moderna的booster 哦8岁和12岁这个 对所以还是有那个岁数的那个限制 哦所以那这个免疫力特别低下的人可以接种吗 那更要打因为免疫力低落的人他们 他们得到那个新冠性病毒的时候 他们得到的并发症的比例会比较高 然后就说就说还有造成就说严重化就是 可能会有重症会有生命危险 重症啊重症生命危险然后以及死亡 所以就是免疫系统弱的人更需要打 更需要打就或者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基础疾病的这些朋友的话 对对哦是更需要打好那从您专业角度来看 因为这个也是听众的留言啊 嗯他挺担心的他想问一下这个二价的新冠疫苗是安全的吗 安全的啦因为FDA有有审核过 哦有有有审核过就代表起码这个大的角度是安全的 可能我之前做了一些调查可能会有那么一很小的这个比例 会有一些这个并发症啊后遗症啊但是这个比例还是很小 对不对还是还是很小啦 因为他们就是他们会提倡打疫苗的话就说死亡的比例 然后还有那个受重症的比例跟 跟疫苗的这个后遗症来比的话可能会更严重 所以还是建议打疫苗 他们会这样来就是说来比比较 那当然就是说假如是不好的话他不会叫大家打 那就是因为他受益的那个方面的比例非常的高 所以他才会全面提倡大家打这样 所以我们还是要相信政府啊还是要相信政府 OK那那最后两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 这COVID-19一直不断的这个更新新的变种 所以有些朋友会担心说这个疫苗也会这样一直更新吗 有非常的有可能 因为因为已经过了两年半我们的那个疫情都还没过 然后一直在变种 那就像就像那个流感一样 对他都会变种 那所以每年的流感他就是针对要预防的那些流感的那种 的病毒都会有稍微改变 哦所以我们每年打的这个flow 就这个flow shot也其实他也是每年不一样的 会针对之前的这个流感做一些更大的提升 对除了一两年他们利用一样 但大部分都是会有更改的 哦所以可能真的以后新冠就会像流感一样 变成共存的一种方式了 这个疫苗也真的有可能会一直更新 很有可能但希望不是这样的话 就是说以后可能就是流感的预防针要打 然后新冠 对啊就打太多东西到体内了 是不是 嗯好那最后有一个问题啊 好像是我们这边的同事帮忙问的 因为他刚刚得完了这个Omicron 刚刚得完了这个这个这个新冠病毒 他想问一下那如果他这种情况 才在一个月的时间 那到时候这个新的二架疫苗出来之后 他可以马上去接种吗 还是要等一等 嗯就是说普通他们建议说三个月之后 但是也没有硬性的规定 就说你有症状好之后 你要打也可以 但是他们专家是建议说三个月后 就说你从你得到那个新冠性病毒之后的三个月后 三个月 哦这是建议 你要打的话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 他们是建议说三个月后 好可以自己衡量一下 如果三个月他的保护工作可以做得很好的话是OK 对不对 等到之后在那个 好再次感谢我们凯瑟尔的家庭全科主任 我们非常非常非常nice的我们Victor 经常帮大家这个保家护航 给到我们华人朋友非常好的一些见解 再次感谢你郑医生 谢谢你 祝你平安健康 每天都开心 好吗